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给人家设佛台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没有给家里的药丁者烧小房子 会设佛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顺 是否针对这种情况 设佛台之前一般烧多少张小房子 帮人家设佛台 你就是在帮人家做功德 你虽然是有功德 但是你必须在接这个功德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一些业障也要消除掉 否则叫功德有漏 你一般的家里如果你感觉气场还可以 那么七张都可以 如果觉得再多一点 十四张都可以 再多一点不就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就是设佛台的这个人 要提前给自己 要烧的 对啊 实际上他帮他加设佛台 他应该烧 对啊 他没有烧 但是设的时候就老是出现一些 对啊 对啊 就肯定的 讲都不要讲 明白吗 哦 一般是烧多少张呢 设佛台家的主人一般烧多少张 七张啊 十四张啊 十一张刚讲过没听到啊 啊 听到了 师父 谢谢师父的 师父 有同修梦到师父的独腾和万达节目的时间 有有些许更改 还有 本来没节目的周一和周三也加了节目 这是啥意思呢 这就是他希望我每天在广播里跟他讲话 他希望我每天跟他开 这个这个看独腾 好 谢谢 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 没有 好的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示 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您继续解释一下 在白话佛法实理 有一句开示 您说是 就是念礼佛大参悔文 非常的重要 常念礼佛大参悔文 会驱除一生中所有的灾难 一生中有灾难的时候 完全 完全靠 念众礼佛大参悔文 那这个 这个是 您开示一下吧 这什么理解 礼佛大参悔文 你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告诉天上 天上地下 我参悔这个业障 那么天上地下都知道 就没人敢动了 这事情就慢慢消了嘛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实际上 实际上礼佛 他就是帮助你洗清你的罪念啊 当你罪念越少 你求得越灵 你罪念越多 求得越不灵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一个人要懂 要有智慧 就要念礼佛 实际上礼佛非常非常重要 哦 那师父 弟子 请教师父 他这个念礼佛的时候 是不是太多 很多的菩萨 打佛都来给你修啊 是这样吧 有的菩萨不是修的 有的菩萨就是知道了 哦 就是 就是备注 就是备注 明白吗 没问题的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干涉 请问师父 现在听闻 有些孩子被偷走 有的被偷走 卖给没有孩子的人养 有的是偷来的孩子 打成残疾 逼迫孩子去乞讨 这些孩子遭遇这样的不幸 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结束呢 师父 这个问题分两方面讲的 有的人呢 投胎投了这个地方呢 比方说投了这个苦难的家庭呢 他是来受苦的 有 有这个是命 是命有的 还有的呢 那是偶然的 就是说 比方说这孩子投胎投了之后 还由于自己呢 这个行为不当啊 或者语言啊 你看有些孩子啊 对了 很闹啊 那劣根性很重啊 然后呢 父母亲呢 对他不是管教很严 他自己呢 这个交了坏朋友了 或者从小就会 偷点钱啦 这些呢 实际上 他本身的根基不是太好 再加上他根本没有 没有这种福报 再加上他又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他很容易 很容易走上这种极端 就是说 命不好的人 在做了不好的事情 他接下来很苦 一辈子就苦了 就这种命运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如果通过说 那偷孩子的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下地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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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孩子的人们肯定下地狱的呀 是啊 你弄到人家父母 哎呀 真的是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 他造 他造了一个恶营呀 他这个恶果报了很厉害 你拿孩子 偷孩子卖钱 你知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 什么概念 像卖奴隶啊 等于 卖出去的孩子没有 他没有人了 他没有 人家打他弄他 什么都可以了 等于讲 讲的不好听 卖出去的话 就得卖了一个小狗一样的 人家要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是啊 这个是很残忍的事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 下一条问题 请问师父 不科炎症会引起腰痛 那是不是说明生殖系统与善有关呢 师父 是啊 因为中医有句话 是啊 那师父 中医有句话 善为先天之本 脾为后天之本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师父 先天之本 就是说你的肾脏 没有办法的 你如果肾脏生出来 你的肾脏就不大好 那你已经是 因为父母亲的肾脏不好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个后天之本的话呢 脾脏还能养 所以人家说养胃养脾 都可以的 可以养 调养的 那个呢 肾脏呢 很难养的 肾脏你不好的话 就一直不好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呢 跟先天有关系 明白了吗 哦 肾脏不好的人 是什么样的因果呢 师父 什么样的因果 除了遗产因果 除了遗产因果以外 除了遗产因果以外 肾脏影响你的腰 腰影响 腰影响你的脊柱 影响你的整个的身心的发展 所以肾脏从小不好的人 会吃很多苦 那么从因果上来讲 那么上辈子也就是 这个各方面不是太注意吧 包括自己的邪影啊 包括自己的肾脏的 那个对肾脏的一些迫害了 我就觉得有些人对自己的腰不重视啊 从不好的方面来讲 还是邪影多 你去看好了 凡是盈遇太多的人 这肾脏就很早就坏掉了 哦 你去查查看 过去的皇帝 没有一个肾脏好的 明白了明白了 那谢谢师父 那皮为后天之白呢 对啊 吃东西啊 要养 要不要吃了太多 不要太腥辣 什么东西中庸之道 有些东西吃了太辣了 这皮脏不好 皮呢 可以养的 养的意思呢 就是可以好 可以不好 啊 后天之本 你就是自己可以养颜 养的呀 就跟皮肤一样 可以养颜的呀 明白吗 哦 那师父 那皮如果养皮的话 有什么好的药方呢 师父 那人家说民间的药方嘛 最简单嘛 橘子 橘子皮 泡一泡啦 健皮啦 哦 现在你可以吃中程药呀 健皮丸啊 特别好啊 嗯 哦 健皮丸啊 不知道 不知道是有腮皮 胃 打嗝 对吧 打嗝 哦 打嗝 上面是打嗝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下面是通气 嗯 这个一定要让它要出来的 不出来的话 你把它憋的 它会里面会 整个人体的运作会不好的 只是吃东西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脾胀 要要还是要保持正 正常的运作 还有一个就是出汗 嗯 哦 人如果一直不出汗的人就生病了 啊 一个就是打嗝 一个打嗝的话 就是打喷嚏 打嗝就是 在一发泄出来 从上面发泄 一个中医上讲叫上消 啊 下面叫下消 啊 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啊 说整个的皮肤要出汗 都是 都是帮助你啊 这个这个 保 保贝了 所以一个人能够出汗 实际上就把它自己 形成代谢了 把这个血液当中不好的东西 通过 通过你的毛细孔排泄出来 明白了吗 哦 那师傅给你通电话也出汗 那也是很好的 那很好 所以这这这就有热量呀 有热量 有能量加持呀 出汗了就是形成代谢呀 明白了吗 哦 是的 是的 明白了 那那师傅 有一个叫人参归体玩 这个是对比 也很好啊 但是问题 人参的话 不是谁都可以补的 人参的话才热 你比方说 你这个人血很热 脸上老发痘痘的人 你吃个人参 贱皮丸 贱皮丸的话 你这个 这个这个脸上 皮脏是舒服了 脸上发的一塌糊涂了 那那时候 我适合吃人参归皮丸 贱皮丸 你可以吃啊 像你瘦的人就可以啊 对对对 瘦的人可以吃 因为皮脏很重要的 皮脏 不消化的话 对你肠胃就不好 肠胃不好 我们整个消化到 就出麻烦了 那以后很容易结肠啊 很容易出癌症啊 对不对啊 这个因为人身体上 最脏的地方 就是大肠啊 小肠啊 小肠 所存膀胱啊 水质啊 污水啊 那个嘛 所存那个变污的嘛 所以这两个地方 如果你不弄干净 不让它畅通 那人肯定出毛病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排泄是最重要的 哈哈哈哈 它里边的运作 我马上就知道 它的运作的方法 啊 这叫慧眼嘛 你贴眼 就是看到它里边 血液啊 肉啊 它在转 你看得到 但是你不知道原理啊 它的慧眼的话 看到之后 马上就知道它的原理 就告诉你了 很清楚 让你明白这些道理 这个不一样的 对 师父啊 您和我反悔一下 就是您以前不是说肠胃不好 就我们吃那个香沙养胃丸吗 对啊 结果有一个同修 他没有吃 突然有一天 他不是 他肠胃就特别不舒服吗 他就求菩萨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念 就是说香沙养胃丸 你看了吧 忽然求菩萨 哎呀 我说这不是正好师父和我们 正是师父和我们说的吗 嗯 他不知道 但是他有一念 菩萨会告诉他的 对对对 菩萨告诉我们很多 有时候 师父在无形当中 跟你们讲电台啊 这个东西 你听的时候 有时候再听一遍 哎 师父这句话好像上次没听到吗 实际上就是人的意识啊 意识啊 意识有欠缺的 意识并不是代表你 任何时候都能接受人间 任何的信息的 它不是完全的 只是接受部分 你喜欢的信息 你可以接受 有些信息 你不能接受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 可以开始 师父 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普 也是有的地方很普遍 这个问题 就是民间有许多通灵人 看出孩子是童子之后 有些家长就让通灵人做了替身 请问师父 现在很现在已经很多的学佛人来讲 他们可以根据师父之前的开始念礼佛大战火丸和小房子 那如果学佛之后一直没有为此专门忏悔 也没有为此专门念过小房子 而是按照正常的功课念礼佛 平时也对自己的要经者烧送小房子 这种情况下之前为学佛之前替身还会有吗 是否这个问题 要看了 替身非常不好 替身乱来的 这是乱来的 那怎样判断自己到底还有没有替身呢 学佛之后以前做过的 一年没有啊 好好念经啊 什么都忘记 什么替身啊 早就没了 替身它有年份的 有一段时间的 所以很多事情为什么有有效期的 时间能够弥补人的任何的创伤的 创伤过了就没了 什么一个人过去啊 就像他们法师一样了 替族之前什么什么早就像做梦一样 没了 结束了 现在就是现在 现在活得很开心 对不对啊 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第二天不要上班谁最开心 而且自己每天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有不愁吃不愁穿的 这不是在天堂啊 对对 同学反应 同学还这样说 哎呀 这是有钱发着 是吧 天天在家念经 有法 太好了 这种人们就是上辈子有福气啊 只要有钱 自己能够不上班 谁喜欢上班啊 今天上班就像受折磨一样的 你说是不是 你碰到第二天要上班了 浑身就发抖啊 很多人 啊 一到了周六周日就开心 啊 星期天 像我们在澳大利亚 这星期天晚上一辆车都没有的 哦 为什么 他就紧张了 提早睡觉了 哎 你我不想接着 你就有一天好了 就有一天上班好了 你一个礼拜上一天班 你前一天的晚上你就睡不好了 你就难受的不得了了 我搞这种日子就叫苦日子 明白了 那师父 什么样的因果是他今生有钱花还可以念经学会 上辈子不识啊 上辈子的不识啊 上辈子才不识 法不识 无谓不识啊 嗯 啊 这种人们这辈子肯定有钱花了 对不对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 上辈子放生的人很多很多 就是他放的生很多 这辈子也有很有钱花 是这样吗 是啊 上辈子放生啊 像你们这辈子这么放生了 你们下辈子如果投人的话 一定是富贵的 嗯 说不定你是一个富二代了 哈哈哈哈 还有说话不想做富二代 对了 谁还要做人呢 开什么玩笑苦的了 你想想看 想想看 你过去 你到现在还是 今天上班 你说这不就苦啊 你再有钱 你今天要上班 就是个苦啊 你刚刚 你刚刚李嘉诚这么大年纪了 对不对啊 八十多岁了 现在还天天上班 那是啊 烦啊 你以为他开心啊 烦啊 天天一大堆账单 一大堆事情啊 人间烦恼啊 怎么有钱还这么烦 真的叫想不通啊 哈哈 那师父 人间又是烦恼到 你再好 你也有烦恼 你又有自己的烦恼 对啊 对啊 所以要解脱呀 人家出家嘛 就是解脱呀 没烦恼 师父啊真的 真的 师父就是学 你叫学佛吧 你要一世修行 你就非求连天福报 没有意思 你下辈子仇人 你师父说 仇个富二代 又又被缠来了 你又不学佛 背那好吃好喝好玩 又被缠来了 对啊 你这辈子放生啊 许愿啊 就这里求菩萨念经啊 小房子烧了大概几千张 最后死掉了 下辈子富二代了呀 肯定的 你爸爸一生出来 什么总经理的儿子 然后用你爸爸的钱 最后又被人家打 然后又 爸爸又出事 那师父那些明星的孩子 也是很有福报 明星的孩子们也是的呀 他们 他们不是 不是富二代的问题的 他们也是天上下来 享受人间福报的呀 你看看他这种男女知识 这种天上天界都有的呀 这是欲界天的 明白吗 到色界天就没有了 没有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那师父 那以前做过 接着问 对于以前做过替身 现在仍然没有学合的人来说 这种替身对自己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吗 两个影子呀 魂魄不全呀 很多人们就是叫他名字都搞不清楚的 很多人一辈子长得很大的稀里糊涂啊 什么事情都稀里糊涂了 你跟他讲话 他就思想不集中啊 明白 现在明白 那师父 通灵人给别人做替身 他会有什么样的因果吗 他很不好的 他就是跟地府打交道 跟鬼打交道呀 那鬼嘛就是这样的 鬼他又不讲规律的了 他跟你好的时候 他帮帮你 跟你不好 他把你杀了 就拉下去了 你就跟 你就跟那种 那种地皮流氓一样 他对你好的时候 他帮你出面去 帮你解决 摆平一些问题 对不对啊 等到他哪天 觉得你很讨厌了 很多事情 他怀疑你 是是你在背后搞他了 他讲的 不讲理由 就把你宰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说我灵界很复杂 真的是 太复杂了 那师父 那我通灵人看到 某个孩子 是天上下来的童子 是不是他 是不是也 并不完全是童子 实际上是 有可能是 天上下来的 小菩萨 如果是天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菩萨 天人下来 很正常的呀 天人下来怎么样了 就是童子啊 因为是天人下来了 阿姨看见 他是个小孩子 那么当然 生出来大孩子啊 当然小孩子了 哦 童子童子 哎 开玩笑 小孩子都叫童子 所以我 所以叫童子君嘛 对不对啊 对啊 这叫小孩君啊 就是 这怎么叫童子童子了 哎呦 我的孩子 哎呦不得了了 哎呦 赶快给他弄一个 哎呦 开玩笑 爸爸妈妈不懂 被人家瞎忽悠了 哎呦 你知道 有的地方 就是清 清热 就是做替身 做替身 哎呀 他做替身 他是赚钱呀 哎呦 这还不懂啊 所以你去看好了 卖棺材的地方 他总是说的呀 对不对啊 我觉得他生意不好了 生意不好了 事不上次 就是 看到一个笑话 一个人说 你在火畅场工作 对呀 你们的工资高不高啊 高 三万 三万块钱一个月呢 哦这么高啊 你们还需要人吗 要 我们二十四小时都要人呢 你怎么不笑的了 我讲这么幽默 你怎么不笑的了 哈哈哈哈 没听懂 他本身说是 你们公司还要不要人 他是想去做工作 但是那个人呢 就跟他说 我们火畅场 二十四小时 都要人的 他要的是死人 哈哈 一般了 笑不出来 没办法 说明你这个孩子 还是蛮老实的 脑子不管玩 嗯 一般了 那师父 天上下来的小菩萨 如果聪明人 给他做了替身 那影响这个小菩萨 在人间之前 天上的莲花吗 都连 都有连 有影响的呀 如果真的是菩萨 做什么替身啊 到轨道去做个替身 你想想看 魂魄不全呀 是啊 尤其刚刚下来 做菩萨的时候 他这个本身呢 他这智慧不全呐 还是有问题的 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有的人有自虐倾向 有的孩子看到 喜欢的东西 就必须要买 如果父母满足不了 孩子就自虐 还有的情侣吵架时 其中一个就有自虐倾向 请问师父 自虐是精神病的一种吗 如何改变这种自虐倾向呢 自虐倾向实际上 是精神病的一种 就是自残 自残 在心理学上是什么呢 一种反射 神经性的反射 当他得不到某一样东西 他在精神上 形成一种 自我的刺激 刺激素 所以自我的刺激素 就是造成他 要用自己 伤害自己 来满足某一个愿望 明白吗 就是这样 他要伤害自己 他才能满足某一个愿望 这样的话 就是在心 我们说心 用佛法就讲 心术不正 用心理学上 就是心 心灵残缺不齐 明白吗 就是这样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教育 从小培养教育的问题 爸爸妈妈 从小 孩子一得不到 孩子一种自然反应 就是自虐 然后接下来呢 那爸爸妈妈说 给你给你给你 好了 养成了他个习惯 你只要要不到 你一自虐 他马上就 爸爸妈妈就给了 那就是 不爸妈妈妈害的 爸妈妈说 你在这样的话 我更不给 你停掉 我就给你 那么小孩子 下次就觉得 自虐 是 自虐 是不能 没有效果的 那下次就不干了呀 谁都这样的呀 没有效果的事情 谁去干了 那是的是的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这里开始 师父 您开始一下 下面下一段 就是这一段话吧 为什么西方廉池路上 不拥挤啊 答案 因为在修行路上 伪善假慈悲 消失一批 二 邪知邪见的 调队一批 三 离经求法的 病倒一批 四 没有政治正见的 迷失一批 五 千人反对学佛 消沉一批 六 朋友阻挠了 退缩一批 七 自己盲修瞎恋 战网一批 八 干板不去修行 淘汰一批 九 学了没有践行 滞留一批 十 自以为是成就作废一批 结局 造心不退 连时海会 坚持别人不能坚持的 才能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修行 请师父开手一下吧 非常好 讲的非常对 就是这样 完全正确 这百分之一百对 就是在修行道路上 每个人如果不能坚持的话 其实佛法界里面有个叫精进吧 六菠萝蜜 里面有个精进 精进菠萝蜜 一个人的精进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倒退了 实际上像刚才所有的倒退 倒退的那种理由 对不对 十个理由 十种理由 实际上讲到底 是倒退的十种理由 对 那么讲到底还是个倒退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精进是最重要的 你不精进就倒退 不精进的 反面词是什么呢 就是倒退 精进就是前进 精进的努力往前 你不精进就倒退 所以一个人学佛 这么没有骨气 哎呦被人家一讲就退了 哎呦被人家一讲就怎么样了 哎呦被人家 哎呦我经济 哎呦我发不了这个愿 哎呦我怎么 你说这种人能成菩萨吗 你告诉我呀 不能不能 好了 这个叫所有的理由 我可以举出一百条理由 你是只有十条 我可以举出一百条理由 可能是一千条理由 你都可以说我 有理由不学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精进学佛的人 一条理由都没有 我只有一个两个字 精进 什么排 什么困难都能排除 成功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自离开诗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同修打出电话后 电话线被灵性卡掉 和灵性干脑不让同修打出电话 这两者有区别吗 师傅 都有区别了 灵性卡掉嘛 灵性就是不让你 接通台长电话 他不想离开你身上呀 他一定要在你身上 搞你 弄你 伤害你 那第二种是 灵性根本不让同修打出电话 这是 那更厉害 更厉害了 卡掉说明你还有点能量 一个是根本不让你打出电话 你一点能量都没有 他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控制你 明白了 那 但是师傅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灵性帮助他打通电话 有这种情况吗 有有有有 很多 就是这个 因为他不知道要烧几张小房子 他也不知道烧小房子 灵性帮助他打通 师傅跟他说 你烧六十张给他 那灵性不是达到目的了吗 那灵性帮他打通师傅的电话 这个灵性也很厉害呀 师傅 是这样吗 灵性都厉害 灵性可以 可以搞任何人 只要你给他抓到把柄 他就能搞你 你哪怕是一个菩萨 到人间来救人 只要你帮了别人 你就亏欠他了 他就可以跟你讲话 他就可以搞你 你是菩萨都没用 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 明白了吗 是是是 对对 谢谢师傅的此理开设 师傅 您在十月十号图成节目里 师傅说一个同修 要见现在比较干净的机会 慢慢的清修了 而且说他的皮肤满白的 跟天界有点关系 请问师傅 除了天然下凡 感情要注意外 皮肤比较白 是不是可以作为前世 是天然的一个体现 皮肤比较白 应该是 因为其实不是讲皮肤白 就是长得比较好看 跟天然都有关系 比较庄严的人 都是跟天然有关系的 怎没熟眼的人 下面来的呀 对 我接着问师傅的问题 有个同修 过程反馈吗 他说他的父亲 他父亲不是走了吗 他父亲给他 他不给他父亲 烧了小房子吗 他父亲说 我现在已经在地府 做判官了 他就说 他父亲梦里告诉他 请问师傅 他父亲已经在地府 做判官了 还需要给他父亲 烧小房子吗 你不要了 判官的话 他至少有天 有天福啊 才能到下面 做判官呢 这很厉害了 说明他 活在人间的时候 他心很正啊 人很正啊 确实是 确实是这样 师傅 你看地址也感受到 像在人间没有修的 你通过小房子 抄上去 他还是会 掉下来的 一定掉下来 没用的 明白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师傅 你说的在10月6号问答里 师傅给一个同修解梦 说他修得很好 舍利佛进入他的身体了 请问师傅 如何理解舍利佛 进入他的身体了 是舍利佛一直在他身边保佑 还是有其他含义呢 保佑保佑他呀 舍利佛进入他的身体 又会出来的呀 进入我们也会出去的呀 就像菩萨进入某一个人的身体一样 进去也会出来的呀 很正常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再问一个问题 梦到菩萨会延寿吗 如果从修 就是这个 反正是好事情 心情好了 你可以也可以说延寿了 梦见菩萨心情好了 事情顺利了 不烦恼了 那不就也就是延寿了吗 烦恼会折寿吗 那么没有烦恼 是不是延寿了 一样道理 是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词地开示 师傅 我们发现 师傅有时在看图腾 会主动描述 同修身上灵性的样子 而有时候 有时候就算同修问了师傅 师傅也不愿意说 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原因吗 要看的呀 我描述 灵性的样子 这个灵性跑掉了 我才敢描述啊 哦 他在的时候 你也能描述啊 描述是他跑过来搞你 拉你 听得懂吗 就像我们人一样的呀 你要讲这个人的话 他跑掉了 不在你边上了 那你讲他 他在你身边 你怎么能讲啊 他给你看到的时候 他跟你 他知道跟你同气啊 所以你就不敢讲他了 那你可以说鬼都知道 但是他鬼不集中 在你这个问题上 他就不知道啊 对不对啊 你去问问所有通灵人 眼睛看着看天眼的人 你要去看你才看得到 你不看你也看不到 对不对啊 就像医生一样 你显微镜拿着眼睛 前面你才看得到啊 对不对啊 那电脑里面什么都有 对不对啊 你不点进去 你怎么看啊 对对对 你要说师父眼睛都看得见 我又不会去经常去看 什么乱七八糟事情的了 对不对啊 你叫我看了吗 我在看的呀 我不点进去 我怎么看的 电脑你不点进去 你看什么 什么都 就一块荧光瓶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福利开设 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吗 就是在九月二十八里的开设 师父讲到了 关于佛陀 弘法度人的一个故事 里面提到了 佛陀用变出一个人 就是用变出一个人 来横度江河的妙法 来救助众生 请问师父 佛陀变出的人 是真实存在的肉身吗 还是让被度 被度者出现的幻觉 而产生的化身呢 请问师父这个问题 你说呢 我想问你 看看你的智慧呢 就是被度者出现 幻觉而产生的化身之波 是啊 你想想看 我问你 西游记看过不了 孙悟空 我看过 把那根毫毛吹出来 这么多的小猴子 在拿金钢棒跟他打 看见吗 是的 那是肉身还是化身了 化身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时候 弟子问 斗战圣佛的职责是什么呢 他是管啥的吗 您说一说吧 斗战圣佛 斗战圣佛职责是什么 斗战圣佛职责就是护法 护法 护持正法 就是这样 所有的大菩萨 都有这个职责的 护持正法 弘扬正法 就要有护持正法 对不对啊 他就是护法 他和观定菩萨一样 一样 统称就是菩萨 护法菩萨 护法菩萨 明白了 好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